来跟大家欣赏一下全新一代第五代的路虎缆胜 新的缆胜 因为现在它目前已经发布了两个大的版本系列 一个是首发版 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现场 唯一一台展车叫典范加长版 典范加长版其实跟那台首发版 形成了一个高低配的一个互补 外观方面大家能从镜头上看到 它就是跟老款变得更加集结 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它这个前科山就是官方说它有五个王子 大家喜欢这个王子口一不喜欢的口 侧面它最大的一个产品亮点 就是它有一个超大的23英寸的一个轮毂 其他的地方我就感觉跟老款车型区别不大 包括它这个经典的设计 是吧 还有它电动的可收缩的一个脚踏板 方便上车使用 这个车的一个最低0.3的一个最低的凤属系数 所以这个隐藏上门巴水也是能够促成 这一个凤属系数的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设计亮点 我去你看我身高1.85 上的这台车都有点费劲 可见这台缆胜是有多大 新缆胜的区别老缆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动的亮点 就是它设计了一个后排的观景座 也就俗称钓鱼座 我觉得这个座还真是很舒服 因为它极简的设计新款 所以它整个的尾箱门的设计 包括尾灯的设计 灯带的设计 都是跟老款是有区别的 这全新一代揽成内饰再看一下 其实大体上跟老款没有太大变化 这是一块液晶屏 然后这个液晶屏的尺寸加大了 13.1英寸 捷包路虎经典的旋钮式 对吧 过去 现在你看电子挡板 巨大的方向盘 210万的车 内饰 真皮 英国之宝的高级音响 实木的装饰 巨大 无比中央通道 而且这真皮座椅 它还有这种织物的这种拼接 而且还有这种打孔的设计 加热 通风 按摩 如大家所见 你看后排空间多么的巨大 据说它比老款的轴距要增加了足足75毫米 所以你看 腿部空间 一个小臂 瘦得了吗 头部空间 四指 接近一拳 这个完全OK 而且这个座椅 真皮座椅 它最大可以调节25度的一个抚养 你看中央扶手多么的宽大 真皮再加实木的装饰 这可是真实木 然后这块是一个后排的8英寸的一个控制面板 来控制后排的 两边各有一个11.4英寸的一个中屏 因为进入之前 我们对这台车仅仅停留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品鉴会 那么我觉得这台车的认识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它相比老款更极简的一个设计风格 内饰其实跟老款甚至跟它的发现 蓝胜运动蓝胜老口腥脉 其实区别不大 大面都是那样 那么第三个是重点 就是它换装了4.4升双龙增压V8发动机 530比750牛 其实这台发动机也是在宝马X5M上面搭载了 替代老款的5.0升激增的那款发动机 就这三点 那么日后其实我们也希望尽快拿到这台试驾车 为大家奉上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测试内容 好 精彩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物赛频道